第364章 冰雪飘零 冰凤凰 终 此时 擂台范围内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胜负已分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水冰儿有些尖色地说道 唐三走到二女面前三米外停下脚步 八珠毛惊鸿一瞥 没有让人看清就已经收回 但是 他知道 在这场比赛中 自己也输了 被对手将应该在总决赛才出现的八珠毛逼出 他认为自己个人已经输了 获得这场比赛胜利 并不全是八珠毛的功劳 也不是他的功劳 而依旧是那曾经服用的先品药草产生了作用 八角悬冰草以及冰火两一眼的锻炼 令一切含属性和火属性的能量全部免疫 如果水冰儿施展的是其他属性的五魂融合剂 在那种时候 唐三已经没有魂力 就算施展出八珠毛 也无法反败未胜 所以 在内心之中 他认为自己输了 并不是输在实力上 而是输在应变和对对手的估计上 连续的胜利 令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难免有些骄傲 哪怕是唐三也不例外 他毕竟也是人 普通人会出现的情绪他也会有 今日一战开始之前 他对天水学院的估计是和赤火学院划等号的 可谁知道 水冰儿的控制力对他竟然如此克制 更拥有着五魂融合剂这样强大的能力 面对水冰儿的询问 唐三并没有隐瞒 不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输了 同时也是因为水冰儿的善良 冰凤凰降临前那一刻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水冰儿话语中的担忧 并不是为了胜负 而是真的不希望杀伤自己 我的能力有冰免疫 所以 你的能力无法限制住我唐三用只有三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两双美眸同时在他身上凝固 水冰儿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涩 那为什么在之前你还会被我限制住 水冰儿忍不住问道 他的第一魂级冰封都会对唐三有效果 可冰凤凰的锁定却不行 唐三苦笑一声 我的冰火免疫只对能量形态有作用 实体形态和能量冲击依旧会受到伤害 你的冰封是固体形态 并不是能量形态 我当然要受制 只不过其中的含义不会伤到我而已 我们输了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水冰儿还是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 唐三摇了摇头 道 不 应该是我们输了才对 是我的失误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我的冰火抗性并不是来源于修炼此时 裁判已经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哪怕他拥有五十几级的婚礼 此时也有些忐忑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厉害了 万一他们还有什么绝招没出 自己恐怕也要受到牵连 结束了 裁判看看双方 唐三和水冰儿同时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输了 裁判一头雾水地看住二人 你们 唐三主动道 这场算平手吧 我们双方都已经耗尽了魂力 不能再继续比赛了 裁判这才恍然 平局的场面虽然很少出现 但也并不是没有 当下 这才宣布 史莱克学院与天水学院此战以平局收场 能胜而不胜 这是唐三给自己的一个警告 预选赛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还有晋级赛和强者如临的总决赛 在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的缺陷 总比在后面的比赛中发现要好得多 毕竟 总决赛是淘汰赛 容不得半点失误 观众们无疑是失望的 大多数人支持的史莱克学院 没能获得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另不少观众颇有微词 尤其是质疑史莱克学院 没有派出全部主力的声音 更是蔓延在每一个角落 回到休息区 唐三吃下奥斯卡递过来的恢复大香肠 对不起 是我的错 在比赛开始时 对对手不够重视 没能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战术安排 导致了后面的被动 戴木白拍拍唐三的肩膀 自家兄弟 说这些干什么 更关键的是 我们要从中找到失败的根源 别忘了 我们还年轻 现在还经得起失败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没有人会怪你 马洪俊凑了过来 嘿嘿笑道 三哥 别郁闷 这不是因为你兄弟我不在吗 要是我在 哪容得那些美女们嚣张 下次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凤凰火焰 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他妈 而且 我们也并没有输啊 你也同样没有权力以赴 不是吗 其实 不只是你 就连戴老大 小五他们也都没有用出权力 我们还需要你带领大家 拿到总冠军的戴木白抬手 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你很能吗 好啊 那下次你自己上 我们看看 你怎么一个烧七个马洪俊摸了摸头 委屈的道 我这不是在安慰三哥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句话说得很对 距离晋级赛 有一个月的调整期 在这段时间内 你们还有充分的时间 找出自己的部族 大师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了过来 目光正落在唐三身上 微笑地看住他 老师面对大师的目光 唐三低下了头 大师走到他身边 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其实 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 比你们获胜更好 我一直都在说 实战是检验自身最好的方法 只有不断地通过实战 面对不同的对手 进步才会更快 魂师这个职业本就是千计百变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战斗 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可能地与不同的魂师交手 来增加自己的经验 你们无不是魂师界的天才 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遇到的对手 也都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你们的一生中 这次的比赛只是一个片段 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只要有所收获 输赢并不重要 是大师众学员同时应声 原本出现了几分差别的眼神 重新变得一致 不知道为什么 一向心境平和的唐三 此时心中对胜利极其渴望 天斗城这边的预选赛 已经全部结束 按照流程 马上即将举行颁奖典礼 为预选赛前五的队伍办法 竞技赛的资格凭证 但由于中兴主类台 在之前的比赛中被毁坏了 这个流程也被简化 其他未晋级的学院 不再参加最后的典礼 只有前五名的队伍 到贵宾席主席台 接受资格凭证 典礼的过程并不复杂 在主持人的宣布下 排名前五的五支队伍 正副队长走上了主席台 由于神风学院 与雷霆学院成绩相同 同样是26省一府 而神风学院 曾经战胜过雷霆学院 通过胜负关系决定 神风学院排名第一 雷霆学院第二 史莱克学院凭借24省 一平两负的成绩 排名第三 赤火学院比天水学院 多半个胜场 排名第四 天水学院依旧是第五名 代表史莱克学院 走上主席台的是 戴木白和唐三 当两人走上主席台的时候 立刻就感受到了 树到不善的目光 这其中最为赤裂的 就是赤火学院的火舞 败给唐三 他一直都很不服气 他并没有去思考自己的实力 而是将其归咎于 唐三的火免疫 赤火学院虽然成功晋级 但被史莱克学院 压了半个胜场 令他心中的那股激愤 更加强烈 下面 将由陛下与七宝琉 李宗宁宗主 以及萨拉斯白金主教 亲自为进入晋级赛的 五支队伍 办法晋级资格凭证 和奖金晋级资格凭证 其实就是一封手扎 这东西也不怕作假 毕竟 哪个学院晋级了 五魂殿或天斗帝国 却是之前唐三和戴木白并不知道的 前五名的学院 获得的奖金是相同的 毕竟 这只是预选赛 每一支队伍都获得了 由天斗帝国颁发的 一万金魂币奖励 而到了总决赛 最后的前三名奖品 将由五魂殿提供 奖励颁发完毕 主持人讲话语权 交给了在场地位 最尊贵的雪业大地 雪业大地目光 从面前的五所学院的学员 代表们身上扫过 格外在唐三身上 多停留了几秒 这才微笑着说道 首先 孩子们 我要恭喜你们 你们成功地获得了这一届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 晋级的资格 作为天斗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我以你们为荣 你们都是帝国未来的希望 而作为各队的正副队长 你们的实力 也在比赛中 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 我决定 册封你们十人子爵的爵位 你们五所学院 其他参赛的学员 难爵的爵位 等到你们毕业以后 帝国皇室的大门 将随时为你们敞开 你们的封地 将在你们毕业后 统一分配 第365章冰雪飘零 冰凤凰下 陛下 这不好把萨拉斯 在旁边突然横插一嘴 胆敢在 异国帝王说话的时候插言 可见五魂殿的势力 有多么庞大 学业大帝淡淡地 看了萨拉斯一眼 有什么不妥吗 萨拉斯主教阁下萨拉斯道 在以往的比赛中 并没有奖励爵位的先例 更何况 爵位给的是不是太高了 不论是天斗帝国 还是新罗帝国 爵位按照高低排位 分别是 公 猴 伯 子 男 只是一个预选赛的 晋级资格 就放出十个子爵的 贵族头衔 这位雪业大帝的慷慨 足以令周围任何人吃惊 雪业大帝 只用一句话 就堵住了萨拉斯的嘴 白金主教阁下 爵位的封赏 是帝国内部事物 与武魂殿无关 与本届大赛也无关 只是我欣赏这些孩子 给予的奖赏而已 他们代表的是 我天斗帝国 参加这次的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在这里 我还要给你们一个许诺 如果你们中的哪支队伍 能够获得最后的比赛胜利 全队爵位还将晋升一级 同时学院前缀 增加皇家二字 受帝国财政支持 作为各队的正副队长 虽然这些年轻人 都算得上是见过世面 但学业大帝这一大串奖励 砸下来 还是令他们有些发猛 爵位代表住什么 子爵就已经可以拥有 自己的领地和侍从了 而且还将从国家 领取一定的补贴金 但是这笔钱就足够生活 虽然有不少魂师都拥有爵位 但获得王国和公国的爵位容易 获得帝国的爵位 却并非那么简单 尤其是直接授予的子爵爵位 一名子爵所拥有的领地 已经可以是一座小城市了 更为可贵的是 学业大帝已经向眼前的十个人保证 这届比赛结束之后 就分封他们封地 这就说明 他们绝不只是挂一个爵位的虚名 而是真正拥有领地的贵族 萨拉斯的脸色看上去很难看 他没再多说什么 但眼中却多了几分阴旧之色 通过预选赛 这五支队伍的队长和副队长 无不是青年魂师中的精英 一个赛一个聪明 从学业大帝的许诺 和萨拉斯的阻止中 他们隐约中也能感受到 其中几分火药为耳 宁峰智则只是站在一旁 微笑不语 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学业大帝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白金主教萨拉斯难看的脸色 微笑道 接下来的晋级赛依旧是在帝国举行 但举行的地点将从天斗大斗魂场变成皇家围场 届时 武功国和王国通过预选赛的十支队伍 将前来与你们共同进行晋级赛的比拼 我希望你们五个学院在晋级赛都能名列前茅 这样你们参加总决赛时就能占据先机晋 晋级赛是体现你们个人实力最好的舞台 届时 获得晋级赛获胜场次最多的前三名学员 帝国将为你们提供下一次称号提升时所需要的魂兽 你们可以自行挑选魂兽的种类 三万年以下修位的魂兽 帝国全部可以保证不论是史莱克学院还是四个元素学院 此时血液大帝的许诺甚至比先前的爵位更令他们心动 哪怕是唐三 也不禁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 要知道 眼前这十个代表各学院的正副队长 都是四十级左右的实力 下次提升称号 也就是五十级的时候 五十级虽然不像三十级的魂环那么重要 但五十级却是能够获得万年魂环的第一个级别 第一个万年魂环的实力如何 对他们每个人的未来影响都很大 如果能够按照自己所需来挑选魂兽的话 无疑有着天大的好处 不但不需要冒险和耽误时间 而且也能够将自己的五魂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从五十级开始 魂师的修炼速度会大幅度降低 先有一个万年魂环作为保证 无疑能够在五十到六十级的过程中保持强势 对未来的发展更是有无限好处 看住眼前十名精英眼中渐渐生烫的灼热 雪叶大帝微微一笑 晋级赛一个月后举行 希望你们能在这一个月内再做突破 好了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这些孩子都很聪明 我想 你们会做出聪明的选择 说完这句话 雪叶大帝的目光偏转了一下 从白金主教萨拉斯脸上扫过 这才在一种帝国高官的陪护下转身而去 萨拉斯眼神微动 神色却已经完全平复下来 从他脸上的神情很难看出些什么 正像雪叶大帝所说的那样 虽然他并没有明说 但个学院战队的正副队长们 却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唐三心中微动 雪叶大帝今天的话 似乎并不像一个帝王应该说的 五魂殿实力庞大 雪叶大帝难道是在想他们示威 还是说 天斗帝国与五魂殿之间的矛盾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呢 这些政治的事 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别人怎么想的他不知道 但他给自己的路却很明确 用简单的两个字就能够概括 自由 唐三给自己的目标很明确 五魂的极限 唐门的极限 唐三和戴木白一起走出天斗大斗魂场 其他人正在外面等住他们 正在这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突然叫住了唐三 唐三唐三扭头看去 只见一片红色在眼前放大 叫住他的正式火舞 有什么事吗 唐三疑惑地问道 火舞几步来到他面前 一直走到距离唐三 只有不足一米的地方才站定 不得不说 和火舞面对而立很有压迫力 因为他的身高在女孩子中 实在是相当出众 比起现在的唐三还要高上少许 要知道 随着第四魂环的吸收和吞噬 那只千年级别的人面魔珠 唐三的身体发育 已经比同龄人要强得多 此时身高也有接近一米八了 而火舞的身高 就是一米八 火舞凝视着面前 这相貌并不如何出众 看上去身上 始终有古淡然气质的唐三 有没有胆量 不用武魂和我打一场 唐三愣了一下 旁边的史莱克学院众人却都笑了 唐三的肉搏能力 他们都清楚得很 这种要求太龙也曾经提出过 结果却是灰头土脸 摇摇头 唐三道 我没空 火舞的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 你的进展能力不是很强吗 眉头皱了皱 唐三凝视了火舞一眼 看出这宛如火焰一般的女子 他再次重复道 对不起 我没空说完 他转身就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走去 并不想和火舞在纠缠什么 你去死吧 怒火膨胀之极限 火舞压抑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右腿猛地飞起 直奔唐三后脑踢去 他本就身高腿长 这一下更是如同闪电一般 听声变味乃是唐门最基础的能力 唐三又怎么会被他轻易得逞呢 略微踏前一步 身体半回旋 左手甩出 直接扣住了火舞的脚腕 火舞只觉得自己腿上踢出的力道 宛如泥牛入海一般 在唐三手臂的略微震颤之下 顷刻间化为乌有 唐三的手握住他的脚腕 就如同铜胶铁柱一般 不论他如何用力 也无法收回 那只左手 已经变成料如同杨枝白玉般的色泽 左手抬高 推起火舞的长腿 朝着火舞的方向踏前一步 右脚自然地跨到火舞支撑腿后方 同时上身前贴 直接撞击在火舞被推高的大腿上 行于流水一般的动作 顺利寻找到的破绽 令火舞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他的身体就已经在唐三的推动下 飞了出去 落入了刚刚赶来的火舞双怀中 唐三用的力并不大 他这一下充分发挥出了 控和擎龙的借力打力之法 我们走吧 唐三扫了一眼 正在幸灾乐祸地看住 他将火舞身体推出的 史莱克学院众人 大步而去 我要杀了他 火舞被哥哥接下来 还想再冲出去 却被火舞双强行拉住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叹息一声 火舞双死死地拉住妹妹 作为旁观者 他当然看得出 唐三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歌火舞眼圈一红 他那争强好胜的性格 又一次受到了同一个人的打击 实在有些无法承受 第366章 真是普通的蓝银草吗 上 火舞双轻叹一声 傻妹妹 如果你真的想要战胜她 那就要不断地修炼 凭借自己的实力获胜 这样无理取闹有什么用呢 努力吧 晋级赛我们还有机会 面对一个完全克制我们属性的对手 必须要想些新的办法才行 她虽然能够免疫火 但却不能免疫能量的冲击 你忘记水冰儿是怎么做的了吗 没错 没错 还有我呢 火舞妹妹 预选赛我没碰上她 等到了晋级赛 我一定帮你战胜她 风啸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一脸义愤填膺地说道 从天斗大斗魂场一直到走回学院 唐三脑海中还不断回放着 今日比赛面对天水学院的全部过程 对于她来说 这绝不只是一场平局那么简单 这是本次预选赛之中最为艰难的一战 固然是因为对手的五魂融合技格外强大 同时 这份艰难也是因为从开始阶段就被压制 唐三清楚地认识到 正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整个队伍的下风 水冰儿的先手限制 破坏了她原本的计划 同时也让她见识到了其他控制系魂师的强大 接下来将是晋级赛了 那是个人表演的舞台 但是 在晋级赛之后的总决赛 却依旧是团队作战 任何一名魂师都有缺陷 自己也不例外 只有通过团队的配合相互弥补 才能将魂师的实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这一直都是魂师界的定律 也是为什么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也是以团战为主的重要原因 血液大地抛出的橄榄枝 她并没有多想什么 那不是她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她现在更需要的是 想清楚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团队 如何能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唐三始终都是一个执着的人 前一世在唐门是如此 这一世依旧如此 因此 回到学院之后 她立刻向大师提出 自己要再次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要想清楚一些问题 大师对于唐三是相当了解的 也明白对于唐三来说 现在正是一个重要时期 只要能够捅破这层内心中的壁垒 她就将变得更加成熟 也更加可怕 在这种时候 没有人能够帮得了她 能够帮她的就只有她自己 只有自己想通了 明误了 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哪怕是大师这样的智者 在这种时候多说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作用 每个人内心的壁垒都不相同 谁也不知道旁人的问题出现在什么上 唐三的问题 也只有唐三自己才能解决 看住唐三的背影渐渐远去 史莱克奇怪的其他六人都不禁有些落寞 他们也都明白唐三此刻的感受 自从团队组成以来 今日一战虽然并不是最艰难的 但对于唐三来说 却是真正被压制的一战 他们完全能够明白唐三此时的心情 小五想要追上去安慰唐三 却被刘二龙一把抓住了 傻丫头 这个时候不要去打扰她 让她自己想清楚比较好 相信她 给她一点空间 小五看向刘二龙 刘二龙将她轻轻地搂入怀中 抚摸住她长长的发辫 大势咳嗽了一声 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好了 唐三去闭关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也是你们休整的时间 通过之前这一个月高密度的比赛 对于你们每个人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好处 但是 这还远远不够 我想 你们也都看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只有你们才是天才 唐三遇到了克制她的对手 你们也同样会遇到 你们是一个整体 想要战胜同济 获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你们就要付出的更多 所以 我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休整期中 对你们再次进行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都给我站好了 谁要是有抵触心理 我不介意将她的训练量增加一倍 惨叫声 在史莱克六怪的内心深处 同时想起 此时他们才突然羡慕起唐三来 至少 闭关的唐三 不用再接受魔鬼训练 唐三选择的闭关地点 依旧是当初那座树林中的木屋 清幽的环境 安静的世界 才最适合她的修炼 回到这里 已经过去了两天的时间 唐三却依旧是那样茫然地做住 她始终没有修炼 在她脑海之中 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 她想不出自己的问题 出现在什么地方 也不明白自己应该朝着 怎样的方向去发展 她甚至在怀疑 自己一直以来所走的控制路线 是否是错误的 两天的时间 唐三想了许多 可想得越多 她的心也就越乱 两天两夜过去了 她甚至一直都没有休息过 也没吃过什么东西 整个人就处于这种 朦胧的状态之中 静静地度过 这种痛苦的感觉 不断在她心中肆虐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为何要痛苦 自从成为一名魂师的那天起 她就始终站在 同龄人的巅峰 蓝银草并不是什么 强大的武魂 甚至是废武魂 但在大师的指导下修炼 她的实力 却始终不比那些 拥有强大武魂的 同龄魂师差 甚至要强过他们每个人 随着实践的推移 唐三甚至已经忘记了 自己的蓝银草本身的问题 一直都将自己 与那些拥有强大武魂的魂师 摆在同样的位置 甚至还有些优越感 可是 当这次她静下来去仔细思考 她却发现 如果不是自己 多了一块 外腹魂骨八珠毛 如果不是一直以来 身边的伙伴们支持 和自己幸运中 获得的那些魂环 或许 自己什么都不是 自己的每一个魂环 在品质上 都要好过其他人 但在之前 与水冰儿的对抗之中 自己的魂技 却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这种情况 或许早就应该出现了 只不过在之前的比赛 和战斗中 自己一直平级住计谋 将这份差距掩盖了 而当蓝银草 自身的缺陷暴露出来之后 让唐三立刻认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一名真正强大的 控制系魂师 不但要能够控制 而且魂技 还要赋予一定的攻击能力 像水冰儿那样 拥有五魂融合技的 更是技品 可是 自己的蓝银草可以吗 不行 哪怕自己在四十级 就已经拥有了万年魂环 在不使用外附魂骨的情况下 面对水冰儿 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如果说之前的对手 输给自己 是输在实力上 倒不如说 他们是输在自己的算计之下 一旦遇到一个计谋 不逊色于自己的对手 自己在控制上的缺陷 就会立刻暴露出来 这还是在自己服用过 八角悬冰草 和烈火性交输的前提下 如果没有两种先品药草 恐怕自己的缺陷暴露的 将会更早 圆火舞也能够轻易战胜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我这些年的努力 将白费吗 唐三很清楚 武魂先天上的不足 将随着魂力的提升 逐渐显现出来 不 绝不能这样 蓝银草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武魂 趁着现在自己还年轻 放弃它还来得及 唐三不可一指地 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武魂 浩天锤 那可是大陆魂世界七大宗门 排名首位的浩天宗的传承武魂啊 如果自己当初选择修炼的是浩天锤 那么 现在的实力绝不只是这样 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越想 唐三对蓝银草的信心就越低 他的内心之中宛如翻江倒海一般 各种纷乱的念头 令他有些要疯狂的感觉 两天了 一直没有修炼 这在以往对于唐三来说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 他是那样的勤奋 可是 现在他却没有丝毫想要修炼的感觉 小怪物绿色的身影出现在外面的院子里 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从痛苦的漩涡中惊醒 或许是因为这两天消耗的精神实在太大了 那声音听起来虽然熟悉 可唐三一下却并没能辨别出来人的身份 站起身 唐三走出了木屋 坐得太久 当刺目的阳光洒遍全身之时 他的身体不禁一阵摇晃 小怪物 你这是怎么了 绿色的身影几乎在下一个瞬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 一只有力的大手 直接扣上了唐三的肩膀 唇后的魂力带着几分霸道和几分狂野透体而入 令唐三的精神振奋了几分 这才看清了来人 第367章真是普通的莱茵草吗 终 这突然出现的不是别人 正是史莱克学院的名誉院长 强大的封号斗罗之一 独孤伯 独孤伯疑惑地看住唐三 此时唐三的样子有些吓人 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胡子拉茶 双眼更是布满了血丝 竟是一副颓废的样子 老怪物 你回来了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唐三体内魂力自行运转 让自己僵化的血脉畅通起来 站稳了身体 独孤伯疑惑地道 小怪物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好好的 这才几天的时间 你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走 先进去拉扯着唐三进了木屋 独孤伯的脸色有些凝重 他当然看得出此时唐三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差 作为一名强大的封号斗罗 对于魂师的修炼情况他再清楚不过 唐三此时的状况极为危险 一旦精神崩溃 要么是发疯 要么是一蹶不振 小怪物 跟我说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把你打击成这个样子 在我的认识之中 你这个小怪物 一直都是怪物中的怪物 难道 你遇到了比你还要怪物的人 看住独孤伯 唐三的眼圈突然有些发红 他此时的状况 就是大师也绝对想不到 毕竟 没有人知道唐三是两师为人 他的心思要远比同龄人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更容易钻扭脚尖 独孤伯的出现 多少令唐三的情绪恢复了几分 尤其是精神上多了几分寄托的感觉 老怪物 你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我的魂力修炼到七十级以上 还会像现在这样领先统计吗 独孤伯眉头皱起 你怎么会这样问 小怪物 你原来的信心呢 究竟是什么事把你打击了 你应该明白 对于一名魂师来说 信心有多么重要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 变得不相信自己 那么 你以后就别想再有寸惊 唐三苦笑道 可是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现在修炼的五魂 只是蓝莹草而已 虽然我已经达到了四十级 可是 随着等级的提升 蓝莹草的弱势 就将越来越清晰地表露出来 今后 我真的能够凭借这个五魂 和其他魂师抗衡吗 独孤伯双目中闭光闪烁 浊浊地盯视住唐三 继续说 唐三道 我现在在同龄人中 之所以算得上强大 并不是因为 我的五魂有多么强 而是因为 我拥有比平常魂师 更好的魂环 甚至还有 外腹魂骨八珠毛的存在 你应该也早就看到了 我的第二五魂 我也不用买你什么 我的第二五魂 就是浩天宗的浩天锤 我现在一直在想 如果我修炼的是浩天锤 那么 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 四十级的魂力 只需要四个合适的魂环 我就能把浩天锤五魂的实力 拉上来 远比现在的蓝银草要强大 虽然我现在还不到十五岁 但我在修炼上付出的努力 却已经太多太多 我不希望以后自己的努力 浪费在蓝银草这样的废五魂上 那样有什么意义呢 独孤伯是什么人 能够成为封号斗罗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聪明绝顶 从唐三简单而激动的话语中 他已经渐渐明白了 唐三此时所面对的问题 挥挥手 不让唐三再说下去 独孤伯凝视着唐三的双眸 正色道 小怪物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都把你看成怪物中的怪物吗 唐三愣了一下 是因为我在用毒上的知识吗 独孤伯摇了摇头 道 那只是一个小的方面 更加重要的 就是因为你的蓝银草 唐三的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看住独孤伯 眼中流露出深深的疑问 独孤伯淡淡地道 没错 蓝银草是废武魂 而且是最为有名的废武魂 以往 几乎任何人拥有蓝银草作为武魂 都根本不可能有修炼的机会 可是 你呢 你告诉我 你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我听大师说过 是先天满魂力 没错吧 唐三点了点头 先天满魂力意味住什么 意味住武魂的基础 哪怕是继承了我碧灵蛇武魂的孙女 也不过先天魂力七级而已 而你却是十级 而且还是可以修炼的蓝银草 这意味住什么 意味住你的蓝银草是与众不同的 那并不是简单的蓝银草 我也能猜得出你的父亲是谁 你想想 以你父亲的出身和实力 他会和一个只拥有 普通蓝银草的女人结合吗 如果是普通的蓝银草 会诞生下你这种 拥有双生武魂的小怪物吗 对于独孤伯先天满魂力的说法 唐三自然是听不进去的 因为他一直都认为 那是自己苦练玄天公的结果 并不是蓝银草武魂所赋予自己的 更何况 当时自己觉醒的还有一个浩天锤 就算武魂真的赋予了自己一定的魂力 那也应该是浩天锤才对 可是独孤伯后面的话 却令他有些吃惊 是啊 自己的蓝银草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尤其是在不久前 自己与自然界中的野生蓝银草 接触时的那种感觉 那份悸动就是从自己的五魂本身而来 只是在他之前 从未有人以蓝银草修炼到过现在的程度 唐三也不知道 这是否是蓝银草应该出现的情况 独孤伯最后的那句话对他的触动最大 也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疑问 父亲作为浩天宗的直系子弟 又是最未出色的强者之一 会和一个只拥有废武魂蓝银草的女人结合吗 老怪物 父母武魂的强弱和双生武魂有什么关系 唐三的呼吸明显变得急促起来 独孤伯嘿嘿一笑 道 在这方面 恐怕你那老师都不知道 虽然他对武魂研究得很透彻 可毕竟你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 以前 我曾经在武魂店中看到过一份绝密资料 上面对于双生武魂有着这样一个记载 武魂的传承 一般来自于父母 你告诉我 传承和父母武魂的关系 唐三跟了大师那么多年 这种问题自然轻而易举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一般来说 武魂传承 都是选择父母中相对强大一些的 被遗传下来独孤伯接着道 那当父母双方的武魂实力相差无几 甚至是相同武魂的时候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唐三道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随机选择一方继承下来 而这种情况时 产生武魂变异的可能性 也要大一些独孤伯点了点头 道不愧是大师的弟子 你解释得很对 但是 你不知道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 拥有双生武魂者之所以那么少 就是因为前提条件的苛刻 在武魂殿的资料中 是这样记载的 双生武魂的产生 主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 父母双方的武魂绝不能相同 相差的越远 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就越大 同时 双方的武魂品质越接近 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也越大 也就是说 双方武魂品质如果有差距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双生武魂的孩子 即使达到了这两个前提 产生双生武魂后代的可能性 也只有千分之一 甚至是万分之一 你明白了吗 唐三何等聪明 虽然此时精神状态不佳 但也很快就明白了独孤伯的意思 独孤伯通过这个例子 就是在告诉他 他的蓝银草武魂绝不简单 能够拥有和浩天锤接近的品质 那会是什么蓝银草 根据大师的研究 双生武魂本就是武魂变异的一种 只是产生的情况实在太小了 所以大陆上才很少出现 独孤伯的分析并没有错 唐三立刻想到了大师曾经讲述过的另外两个双生武魂的例子 果然 双生武魂者的两个武魂品质是极为接近的 原本茫然的心 重新变得灼热起来 唐三的瞳孔终于开始重新聚焦 独孤伯没好气地瞪住他 道 就算你的蓝银草品质并不好 你认为 这真的重要吗 你今年才多大 还不到15岁 就已经40级了 你现在担心的 是以后的事 既然你在之前 能够获得强大的魂环和魂骨 拉开与同级别魂师的差距 难道你以后就不能做到吗 没有努力会白费的 要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那么 你就不是怪物 而是废物第368章 真是普通的蓝银草吗 下 不错 你现在如果选择修炼好天锤 确实能够让你的实力 在短时间内再上台阶 只要有合适的魂环 立刻就会变得强大 甚至比武 60级的魂师还要强 但是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是在90级的时候 再开始修炼好天锤 拿到9个魂环 那将是什么品质 那时候 就算你拿到9个10万年魂环 同时施加在自己身上 也不是不可能的 哪怕蓝银草不好 他也足以将你推到那样的等级 那时候在后级薄发 也不晚吧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恐怕会破了你爸爸 成为最年轻封号斗罗的记录 你住什么急 独孤伯显然是不知道 双生五魂那个致命处的 但他的话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是啊 以前我能够获得外在的力量 以后为什么我就不能了 别人拥有万年魂环 我就拥有两万年魂环 别人拥有五万年魂环 我就拿个十万年的 凭急住魂环的效果 也能拉近我与其他人 五魂品质上的差距 更何况 现在自己还有一块 没有进行交换的魂骨 这些 不都是自己的优势吗 内心的纷乱渐渐化去 唐三心中的迷雾 正在悄然消散着 现在对他来说 问题就只剩下一个 如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 独孤伯看住 唐三眼神的变化 就知道这小怪物在自己的点醒下已经想通了许多 靠坐在椅子上 笑道 小怪物 你知道这次我离开干什么去了吗 唐三美好气得道 你这老怪物的事 我怎么可能知道随着情绪的回复 他明显变得轻松了许多 独孤伯嘿嘿一笑 道 我是去和一个老对头切磋了切磋 啊 赢了还是输了 唐三问道 独孤伯眼中的绿光明显变得兴奋起来 我也没赢 他也没输 算是个平手吧 哈哈唐三讥讽道 不过是个平手 有什么好得意的独孤伯撇了撇嘴 道 你知道个屁 以前我和这家伙打 每次都是被打得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要不是平击住一身剧毒 早就被他搞死了 但这次灰头土脸的确是他 要不是老夫心慈手软了一些 说不定就把他弄死了唐三心中一惊 独孤伯这么一说 那他的对手也肯定是封号斗罗了 否则 凭什么能将独孤伯弄得灰头土脸 你的实力进步了 独孤伯得意洋洋的道 那倒不是 这家伙的魂力高达九十六级 在封号斗罗里也算是一把好手了 背后的势力更是惊人 这次却差点栽了 你说我能不兴奋吗 当然 这还要感谢你啊 我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人家可是九十六级的封号斗罗 我才四十几级而已 独孤伯嘿嘿笑道 还记得你给我那两个子母追魂夺命感吗 真是不用不知道 一用吓一跳 这次本来输的应该又是我 当时 我都已经被他逼迫的准备跑了 可我突然想起来 你给我的那个好东西 于是就拿出来用了用 没想到 那东西的威力还真是恐怖 那个傻瓜至少中了七 八枚毒针 一下子让我把局面搬了回来 最后他不得不落荒而逃 哈哈哈哈想到开心处 独孤伯不禁开怀大笑 子母追魂夺命感 自从制作了这件案器之后 唐三自己都一直没用过 突然间 他脑海中灵光大放 大脑之中突然变得通透起来 暗器 暗器 我出身唐门 我有暗器 没错 蓝银草或许不是一种强大的武魂 但正像老师所说的那样 它的可塑性却是非常强的 如果 如果自己能够将蓝银草 与自己传承自唐门的暗器 结合在一起 那么 效果会怎么样呢 心脏不争气地急剧跳动起来 唐三大大的吞咽了一口唾液 脑海中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思考 应该如何将蓝银草 与自己的暗器 绝学结合的奥秘了 独孤伯眼看唐三听到自己说 使用了子母追魂夺命感之后 整个人突然颤抖了一下 立刻就变得呆滞了 也不禁吓了一跳 小怪物 你怎么了 啊 我没事 老怪物 谢谢你的开导 我已经想通了独孤伯摆出一副高人的模样 老夫救你总不能白救吧 那个子母追魂夺命感 这次我给用光了 你还有没有 再给我两个 拿东西换也行 买也行 唐三瞪了独孤伯一眼 换个屁 拿去四颗黑油油的圆球直奔独孤伯飞去 独孤伯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将四颗子母追魂夺命胆接了下来 抱怨道 臭小子 你想要我的老命啊 万一爆炸了怎么办 你想要我的老命啊 唐三笑道 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 我怎么会做出这个东西来 更何况 以我的魂力 就算它真的爆炸了 能威胁到你这个老怪物吗 独孤伯小心翼翼地将四颗子母追魂夺命胆 装入自己贴身的魂倒器之中 一脸满意地道 你这东西不但攻击范围大 而且穿透力极强 尤其是碰撞之后 碰撞得越剧烈 我使用的魂力越大 它的穿透力也就越强 可惜 还是不够毒 要不然 威力会更恐怖唐三提醒独孤伯道 老怪物 你可不能过于依赖它 子母追魂夺命感的威力虽然不俗 但是 作为暗器 它更重要的是突然性 面对和你同级别的对手 一旦失去了突然性 它的效果也就不会那么好了 至于它的毒 当初我在制作它的时候 手头没有合适的药物 后来虽然附加了一些 但它毕竟已经成型 很难令毒素再加强 毒孤伯嘿嘿一笑 道 那还不好办 重新再做点就是了 唐三苦笑道 你以为这是糖豆啊 说做就做 那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我现在正在参加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时间都要用来修炼 哪有功夫去做它 等这次大赛结束之后 再说吧 毒孤伯点了点头 道 听说你们已经通过了预选赛 下面应该是晋级赛了吧 有你这小怪物坐镇 你们应该能取得个好名次 说不定就能进入前三 唐三孝岛 为什么不是冠军 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 毒孤伯耸了耸肩膀 道 这不是信心 不信心的问题 在绝对实力面前 信心有什么用 你们能够进入前三 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这比赛的冠军 本来就是毫无悬念的 听毒孤伯这么一说 唐三不禁心中一动 哦 这么说 你知道有哪支队伍实力特别强的 毒孤伯叹息一声 道 武魂殿在大陆的势力 为什么能那么庞大 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 魂师中大量的高手 除了七大家族以外 几乎所有的强大魂师 都属于武魂殿 没有谁能够比武魂殿 拥有更多关于魂师的资料 和魂师修炼的条件 在武魂殿的刻意培养之下 每一代都会涌现出一批精英魂师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听说 武魂殿出了几个精彩绝艳的小辈 连教皇都唱他们为武魂殿的黄金一代 未来的主宰 而这次代表武魂殿参加全大陆 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 正是以这几个人为首的 他们都是二十岁出头 实力无庸置疑 武魂殿给予他们的修炼条件 以及各方面配备 尤其是普通高级魂师学院 所能相比的 就算是你 也不行 你毕竟还太小 或许再过个十年 你能追得上他们吧 独孤伯乃是封号斗罗 自然不会无地放逝 听他这么一说 唐三的心情顿时凝重了几分 这么说 武魂殿对于这次大赛的冠军 是实在必得了 独孤伯点了点头 道 你知不知道这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最后的冠军奖励是什么 唐三茫然摇头 独孤伯冷哼一声 本来武魂殿是准备将那些东西 直接给黄金一代的几个翘楚 但遭到了长老殿长老的反对 因此 教皇变通之下 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历练 就是这届比赛 而那些原本给他们的东西 也由武魂殿拿出来作为冠军奖励 你说 他们能不是实在必得吗 究竟是什么东西 唐三好奇地问道 独孤伯反问道 对于魂师来说 最珍贵的是什么 唐三心中一惊 难道是一块魂骨 独孤伯摇了摇头 不 不是一块 而是三块 什么 唐三大惊失色 三块魂骨 那是什么概念 魂骨这东西 对于魂师来说 就相当于是神器的存在 任何一块魂骨 都能够给魂师带来巨大的提升 三块魂骨 那根本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 独孤伯道 这三块魂骨乃是武魂殿积蓄的 得自已经去世的长老一流 教皇既然敢把他们拿出来 作为最后的冠军奖励 对参赛人员的信心可想而知 现在你还存有侥幸心理吗 当然唐三毫不犹豫地说道 既然他们拿出来了 就不用再拿回去 老怪物 你知不知道 叫皇殿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 都是什么级别 武魂又是什么 第369章 豁然贯通 上 独孤伯看住唐三眼中 突然绽放的光彩 不禁愣了一下 小怪物 你没发烧吧 难道刚才我说的话 你没听明白 那些魂骨并不是你所能觊觎的 唐三没有说话 所谓耳听未须 眼见未实 抬起右手 淡淡的蓝光从掌心处涌动 在它精准的控制之下 只是一株细小的蓝银草 从掌心钻出 那只是草叶形态 看上去和野生蓝银草 并没有什么不同 武魂的出现 也令魂环自然浮出体外 黄 黄 紫 黑 四个魂环悄然盘旋而出 黄色的光环明亮有神 紫色的魂环贵气逼人 而那黑色的魂环 则深邃得宛如万丈深渊一般 充满了摄人的魅力 你 独孤伯猛地站起身 看住唐三的目光瞬息万变 唯有掌心中的蓝银草 依旧在轻轻摇摆 不 这不可能独孤伯用力地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再晃晃头 仔细地盯视住 唐三身上那黑色的魂环 唐三微微一笑 道 你忘了吗 我最擅长的就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现在 你觉得我有可能与五魂殿的人一拼了吗 独孤伯深吸口气 将心中的吃惊缓缓压下 说出了一句令唐三意想不到的话 放弃这届比赛吧 以你的年纪 还有参加下届比赛的可能 到了那时候 应该没人会是你带领战队的对手 为什么要放弃 唐三瞪大了眼睛 独孤伯沉声道 如果你的实力还像以前那样 或者第四魂环只是千年级别的 我都不会为你担心 但现在却不一样 第四魂环就达到了万年级别 会给你带来无限的麻烦 你认为 五魂殿会注意不到你吗 如果你是五魂殿 遇到了这样一个天才 会怎么做 只有两种可能 收服或是毁灭 如果我猜得不错 现在你的资料 至少已经摆在了一名白金主教的桌子上 五魂殿不会对你背后下手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届比赛 让你在比赛台上光明正大的被干掉 比赛规则对于五魂殿来说 只不过是可以玩弄的游戏而已 唐三苦笑道 那这么说 你还是不看好我吗 独孤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五魂殿被称为黄金一代的有三个人 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 也不知道他们的五魂和魂迹都是什么 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这三个人中 魂力最低的是五十一级 另外两个是五十二级 都只有二十三 四岁的年纪 在他们突破五十级 获得第五魂环的时候 被教皇亲自授予了 五魂殿子路勋章 也创造了五魂殿的记录 而和他们组成此次战队的其他人 没有低于魂力四十五级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虽然唐三一直都知道五魂殿的强大 可直到此刻 他才明白五魂殿究竟可怕到了什么程度 五十级 还是三个五十级 其余全部四十五级以上 这意味住什么 唐三虽然对自己信心十足 但他此时看到的 确实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对方最低等级 比几方最高等级还要高 这样的对手真的能战胜吗 看住唐三尊重的眼神 独孤伯叹息一声 到依你的年龄 现在的等级甚至比他们更恐怖 更何况你还有外富魂骨 不要想的太多了 机会有的是 只要你不走弯路 总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的唐三突然笑了 或许是因为之前在独孤伯的点醒下 解开了心结的原因 此时的他心中无比通透 老怪物 你刚才不是说过吗 对于一名魂师来说 信心的重要性 如果这次我真的避战了 那么 对我信心的打击将无法想象 就算输又如何 就算打不过他们 难道我们自保还不行吗 只有全力以赴战斗过 才能知道双方的差距 我不会放弃地看住唐三 独孤伯眼中不自觉地多了些什么 算了 懒得理你 随便你好了 我先走了 大老远地赶回来 我还没吃饭呢 历史据说完 绿光一闪 独孤伯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温暖在胸衣间蔓延 独孤伯刚回来就先看自己 绝不是为了那几颗子母追魂夺命感 那是他对自己的关心 从最初强烈的戒心 到现在的毫无防备 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了几倍 但从独孤伯身上 唐三感受到的 确实和大事一样的感情 甚至还多了几分朋友之间的情谊 这就是忘年之交吧 独孤伯走了 唐三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修炼 也不是思考 而是睡觉 并且很快进入了梦乡 金碧辉煌的白金主教室 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宽阔的室内摆放着各种真弯 萨拉斯就坐在他那张 搭到有些夸张的华丽办公桌后 在他面前正摆放着一份文件 从诺丁城调来的文件 不得不说 五魂殿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就像大海捞针一般 从各个城市的五魂殿注册档案中 找到了这份所需的文件 萨拉斯已经是第七遍看这份文件了 可他心中还是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的这些是真的 摆在他面前的这份文件 是一名魂师的资料 这名魂师的名字叫做唐三 资料很详细 从唐三第一次到五魂殿注册 确认魂师身份 到他每一次领取魂师补贴 和每一次增加魂环后的称号提升 每一个细节都有 获得什么样的魂环 多少级魂力 这都不是让萨拉斯看上七遍资料的原因 他之所以重复看了这么多遍 其实只是看待一个数字而已 代表着年龄的数字 14岁 只有14岁 距离15岁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40级以上的魂踪 14岁的魂踪 拥有第四魂环还是万年级别的 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萨拉斯真的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站起身 萨拉斯走到办公桌后的书柜前 抬手拉动书架上的一本宽厚的书 伴随着一阵嘎嘎的激阔声 书柜缓缓向旁边移开 露出了墙壁 墙壁上有一个方形的金属板 散发着淡淡的魂力波动 很明显 这块金属板乃是一块魂倒器 按上右掌 顿时 一层淡淡的红光从金属板上散发出来 顷刻间覆盖在萨拉斯的手掌之上 又是一阵激阔声响起 金属板缓缓内线 露出一个方形的空间 空间不大 只有一平方尺而已 里面放着一叠文件 萨拉斯简单地翻了翻 从中抽取出一份 在这份文件上标注着绝密二字 文件带内只有三张纸 上面分别是三份资料 萨拉斯仔细地在资料上查找着 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15岁 16岁 16岁 他们三个中最年轻的也要到15岁 才达到40级魂力猛地合上资料 发出啪的一声 萨拉斯快速关闭了暗格 大踏步地返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 再次拿起了唐三的那份资料 第八遍看上了那个数字 比黄金一代还要早上一岁 蓝银草 废五魂 真是有意思了 也幸好他只是蓝银草 但这个唐三的魂力提升速度 未免太快了一些 先添满魂力的蓝银草 看来 应该是变异的了 萨拉斯显然并没有受到 今天血液大地强硬态度的影响 拿过一根笔 很快地写好了一封信 信封上留下五个字 绝密 叫黄起 夜幕降临 一道纤细的身影 悄然钻入史莱克学院后的树林之中 在熟悉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住 手上还提着一个木盒 他的速度很快 一双长腿每次发力 都会将自己的身体 送出至少五米开外 一会儿的功夫 森林中的木屋已然在望 身躯弹起 悄然越过栅栏 两个起落已经来到木屋门前 悄悄地钻入木屋之中 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 一根坚韧的蓝银草 已经悄然缠上了他的长腿 低沉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 谁 哥 是我随着那悦尔的声音响起 蓝银草悄然退去 唐三点亮了木屋的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